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护物种的平衡与可持续性的发展 正义和和平的化身 也就是红柱龙老师我准备了一招 永远干掉无蓝波浪线的方法 一起来看看吧 我是一个典型的处女座的人 看到这样的下方形成我整个人都快不行了 有红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隐形 让我觉得说眼前一片的混乱 就好像是客户说我想要五彩斑斓的黑色 或者算是五光石色的白色一样的 让人觉得非常的崩溃阿西吧 这边呢我把他们给他去掉这些下方形 还有这些可怕的小按钮这些标签 这些什么段落标记怎么去掉呢 我就想了刚刚一呢不行了啊 觉得我们可以点一下 中文英文第一个 底下这个按钮点了之后呢 可以不检查拼写点击啊 有时候有反应有时候没反应 这个不重要啊 这不是必杀机必杀机来了点击 选项当中呢有个选项 我们这边的点击什么点击叫对啊 这边叫对对吧 点击把这几个勾给他去掉 勾给他去掉 我们点击确定 你看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那从事呢你这些段落标记 或者很多有的没的标记要怎么删除呢 其实呢我们在开始当中的这个按钮 大家看一下显示什么呢 显示隐藏编辑标记 这个时候呢你点击他哎我说没有反应 其实案里来说应该有反应全部都没了 但是段落标记呢在文件 选项当中呢我们在什么地方啊 在显示当中呢默认把他给勾了 说明他必须时刻显示 我们把它取消掉点击确定 哎我再来看要点击这个 哎再点击他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呢他的这个段落标记呢就不见了 是不是觉得你浑身神清气爽 哦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女生 嘿嘿 开人物送模板啦 开猜这是什么人物 关注微信职场秩序 回答您的答案 即可邀请小编封藏的PVT或简历模板 每期模板都不一样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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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